想不想买台车又装兵又保值 常拿bba9个例子 三四c 选奔驰c 虽然他贵 但是他在售17仓他保值 且有面子 因为奥迪也是年底换代宝马372年内换代 奥迪Q5宝马33GLC 虽然现在宝马33G5R落地都不到30了 但是你加个大几万 刚刚奔驰GLC260豪华 这玩意儿落地不到40 虽然他贵 但是他接近7年不换代 这玩意儿又有面子又保值 五六亿怎么选 奥迪也就明年年底换代 奔驰一级去年年底上市 奥马武器今年年初上 但是宝马武器的产品力不如奔驰一级 虽然奔驰一级的优惠少 但是他保值又有面子 宝马X5奥迪Q7奔驰GRE 奥迪Q7马上要换代了 宝马X5跟奔驰GRE的换代周期差不多 这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奔驰GRE比宝马X5要更有排面 但是你记住一句话 宝马X5他大他长啊 咱们以个大为美 宝马X5给人传递的信息要比奔驰GRE来的更强烈一点 毕竟现在奔驰GLCL的尺寸快赶上奔驰GRE了 如果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做� 合产之后 给你来个强轴版本 到时奔驰GRE 指令是比宝马X5玩儿有面的 但按现在来讲宝马X5更适合视频前各位小摇头画脑的宝贝 且他的宝质要更好一点 越收人最旁的车 他越有面子且更宝质 毕竟大哥2D3D只有一个大哥 每天带回来的新车二手车行情 祝你们周享机上越来越好 满满当当不劳而获